根据统计,金融市从年初开始 疑似新冠肺炎案例累计有299例 其中9例确诊 社区通报检测447人全部都排除感染 居住防疫旅馆目前则有21人 至于公费流感施打状况 从10月5号开打到现在 金融市已经有93,498人次接种 那中央已经拨给我们本市公费流感疫苗 是99,040剂 那我们播发率是100% 全副都播放 那另外累计已经接种的人士 有93,498人 执行率是94.4% 那在6个月到6岁的幼儿 累计接种已经达到10,469人 50岁以上的一个成人 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 一世人员等 这个总计是接种了57,900人 990人 57,990 另外学生的部分是接种了25,039人 在国际疫情升温 国内再度出现本土个案后 对于即将到来的圣诞晚会及跨年活动 林又昌表示将采实名制 保障参与民众安全 不管是这个圣诞节还是跨年的一个活动 都采取实名制 也就是要求所有的民众都遵循 依照中央的防疫指引 来进行相关的防疫的工作 那此外市长这边最后也要提醒所有市民的朋友 一定要落实防疫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那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的松懈跟懈怠 我想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可以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 大家可以正常生活 都是有赖于所有市民朋友大家的配合 林又昌也再次呼吁民众 遵循中央防疫指引 落实防疫工作 确保社区与生活环境安全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